哈囉,歡迎回到薩斯風小秘訣 今天我們要開始吹奏樂器囉 事不宜遲,讓我們馬上就開始吧 首先,第一件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便是確認嘴型 建立嘴型的動作可以分為兩個步驟 第一,先將門牙用力的放置在 離吹嘴末端1.4到1.6公分的位置 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講三次 要用力的,要很用力的喔 壓在吹嘴上面 因為這是頭顱與躍氣之間一個很重要的支點 有固定好,穩定性提升,練習才會有效果 第二 將嘴唇用含吸管的方式把吹嘴包覆起來 來防止我們吹的氣從吹嘴以外的地方漏掉 這樣嘴型就完成囉 嘴型準備好之後 接下來就是開始吹奏樂器 這時候你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吹樂器到底要用嘴巴吸氣,還是用鼻子吸氣 答案是嘴巴吸氣 因為嘴巴可以張開的幅度比鼻孔大很多 而且用鼻子吸氣 氣流還需要經過鼻腔才能夠到達氣管 鼻口腔的路徑長 會延長吸氣的時間 接下來你會問 含著吹嘴要怎麼樣吸氣呢 方式其實很簡單 因為上門牙負責支撐所以不能任意移動 下嘴唇會影響音色也必須固定 所以可以吸氣的位置就是嘴唇的兩側 再來是指法 手指的位置很單純 唯一不會按到按鍵的右手大拇指 放在樂器的拇指扣好 負責人與樂器之間的第二個支點 接下來右手實指到無名指依序放在樂器有貝殼按鍵的地方 小拇指則負責底下的兩個按鍵 左手的部分將大拇指放在高音按鍵的拇指放置處 成為第三個支點 使用拇指的第一個指節來按壓高音鍵 像拇指到無名指由上往下 掠過其中一個比較小的按鍵 然後依序放在按鍵上 左手小拇指放在薩斯丰的側邊負責這四個按鍵 接下來是吊帶 吊帶負責樂器幾乎所有的重量 也同時是人與薩斯丰的第四個支點 吊帶的長度調整得好 會增加吹奏薩斯丰的舒適及效率 穿好吊帶後 吊帶的長度調整到不需要用手去抬高樂器 就可以吹到吹嘴的位置 讓身體的姿勢保持放鬆及自然的狀態 以上這些設置都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樂器來配合人 而不是人去遷就樂器 只要吹薩斯丰的時候 姿勢是舒服的 我們可以對樂器做任何的調整 吸一口氣 準備好就開始吹奏薩斯丰囉 我們挑選的音符是薩斯丰容易發出聲音的 Soul這個音 指法是按壓左手十指到五名指的三個按鍵 把氣吸飽 按鍵按好 固定好嘴形後 試著把氣吹進樂器 當你吹奏完之後 我們馬上要來檢查許多細節 常見的問題有 一 你會不會有氣吹進去 但卻沒有發出聲音的研製期 甚至連氣都吹完了還是沒有聲音呢 以上的狀況有可能是因為嘴唇包覆住吹嘴的力量不夠 導致竹片震動過大 吹嘴及竹片間的孔徑過大 而產生過度耗氣 發不出聲音的問題 2 吹氣時氣根本吹不進去 產生的原因是因為嘴唇包覆吹嘴太過用力 導致吹嘴與竹片之間完全閉合 氣吹不進去 竹片也無法震動 當嘴唇調整到適當的位置發出聲音後 請記住肌肉的位置及維持的力量 用秒針或節拍器 記錄下自己一口氣可以吹奏的秒數 在下一次吹奏時 確認一下是否能穩定的吹到同樣的長度 反覆的練習與記錄 並完成了殺風的發聲練習囉 經過以上的介紹 你會發現演奏殺風有許多的細節需要堅固 所以初期的時候練習步調盡量放慢 確認好動作之後再吹奏 並記錄下吹奏的狀態 慢慢的把這些細節收斂 改善 直到變成直覺反應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殺風的影片 千萬不要忘記按下訂閱 及提醒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每一次最新的影片喔 殺風小秘訣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